其实睡眠无心壮症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在你熟睡的时候才会强生 无形的强碍你的身体 可是自己不自觉 其实是蛮可怕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出任务 耶 久文的美衣出任务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议题呢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议题就是 打呼 打呼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可大可小 你有打呼的困扰吗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常常打呼 让你觉得非常困扰吗 这件事情到底也不严重 需不需要看医师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 许翰宗医师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议题 欢迎许翰宗医师 在进入打呼一名之前 我们要先请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打呼 为什么会打呼呢 那为什么我白天好好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打呼 那这个部分现在已经 意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讨论这个打呼的问题 其实从这个结构来看 会更新奇 那我们的呼吸道 假如是顺畅的话 它不会有声音 可是呼吸道要是狭窄的话 就好像那个管子 它变窄了 窄到扁平的时候 当气体通过的时候 它就会感觉震动 我们的呼吸道 其实会有三个关卡 会有堵度的可能性 那第一个就是在鼻腔 有些人鼻腔回后啊 鼻塞啊 这些东西都会造成 堵塞的现象 那再来一个就是软垃 软垃就是悬涌水那个地方 有些人的软垃比较长 或者悬涌水比较长 那这个很容易造成 呼吸道变狭窄 那另外一个就在舌 那舌便的地方 也有可能会采线 那尤其是在熟睡的时候 因为我们熟睡的时候 这个肌肉放松 那这个时候 舌根就会整个掉下去 阻塞住这个呼吸道 都有可能会产生 这个打呼的状况 但其中最重要还是这个 群庸水这里 生硬最大的人 有人会说打呼呢 他是睡眠中止症 请问这说法是正确的吗 还是说其实 一般人打呼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那他要是到某一个程度了 才会叫做睡眠中 呼吸中止症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为什么 一般人觉得打呼跟呼吸中止症 好像相关性很重的 那其实打呼 不一定代表会有呼吸中止症 但是啊 呼吸中止的人 几乎都打呼 只要你的打呼状况 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警讯 家人会提醒说 你声音很大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就医的必要 OK 江湖医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打呼的原理 然后还有打呼的并发症 那我也会很担心说 我是不是很容易会有 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症状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比较容易会有打呼的情形发生呢 嗯 好 这个问题了嘛 那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结构图来看 当我们呼吸到受阻的时候 它才会发生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人假如说 它的脖子又粗又短 那它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别做 那还有一个就是小下巴 有些人下巴比较小 比较厚缩 那小下巴的人也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疾病 那还有一个就是扁桃线 或者是它的平衡垂 也就是软的 长得比较长 或者是把扁桃线比较大 这样同样会滚住这个呼吸道 那这样的人也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终极症 那其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肥胖 那肥胖其实跟这个呼吸都很变成形式这样吧 就是BMI超过30的人 所以说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一般人来讲 肥胖这个因素因为它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所以说你要靠着减肥去消除这个 睡眠呼吸种植 那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反过来讲也是最好的 因为网络上有人说 就是我们亚洲人 比较容易得到睡眠呼吸种植症 这也是跟这个下巴结构的关系吗 对 身体结构 会造成这个舌根比较容易往后 得到呼吸道 那除了人种以外 年龄上面会有差异吗 年龄这个问题 主要是肌肉紧张度的问题 所以肌肉紧张度就是说 因为年龄增加 50岁60岁以后 那肌肉变松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会让那个呼吸种植 更加有重 呼吸种植的人年龄都偏高 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 才会产生这种睡眠呼吸种植 好那想要问一下医师 因为一般打呼都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另一半告诉你的 自己一个人睡的时候 就不容易会发现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反正如果我自己一个人 睡然后独居 我打呼也不依常别人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去看医生 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觉得这个有错误吧 因为这个病其实是蛮可怕的 它的发生是在很熟睡 进入熟睡期的时候才会发现 那这个时候你整个肌肉放进去 那很有可能就堵住了 可是堵住你知道吗 你还是不知道 反正它会干扰你的睡眠 可是你假如说是这种 四岁型的患者 其实你还是一直睡 你的呼吸是被中断的 它不断被堵住 也不断被堵住 这个伤害就一直存在 因为你被堵住 你想想看你心跳就拉高 血压拉高 血肠拉高 一堵住的时候 其实它心跳 往往可以拉到超过100 所以说好像说别人在睡觉休息 尤其你在跑步 你在跑操场 别人睡一觉 你操场跑好几天 所以说一旦有 打呼白天会很想睡觉 或者说醒过来的时候会头痛 开车的时候容易打嗑睡 这种指标都要小心 假如以为你有中心症状的话 其实就应该赶快找这个 肺炎检测机构来检验 好那刚医师有跟我们提到 其实打呼不能跟 睡眠呼吸中止增化上等号 那究竟在怎么样的状况下 它是被分在打呼而已 什么样的状况才会被分在 其实我有点严重了 我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部分 请医师帮我说明一下 其实最简单就是做 所谓的睡眠检测 特量所谓的呼吸混乱指数 H-I 那假如说一般人在家里想说自己看看有没有这种症状 其实很简单 我们平常导致就是 比如说 噢噢噢 但是突然间 诶很没声音 然后突然间这样 一个大喘气 其实这个就是标准的呼吸 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 腎上腺是因素增加 所以你心跳上升 血壓上升 然後還有就是腎上腺皮質痛 也會分泌 那這個會讓血糖上升 所以也會造成很嚴重的病發症 病發症有哪一些 其中最重要就是這個高血壓 還有一個肩膀病 那肩膀病其實就是高血壓來的 那還有糖尿病 糖尿病就是說 分泌一些糖分出來 應付緊急的心血 所以晚上血糖也會拉高 那至於說腦中風 也跟心血管疾病有關 甚至還有憂鬱症 那這點就是特別值得介紹 就是有一類的人 他反而睡不著 睡不好睡不著 睡不著就其實長久一下去就變成一個 失眠狀態 失眠狀態有些人就是很沮喪 這樣就會變成所謂的 憂鬱症之後問題都出來了 睡眠呼吸中的症 產生的表面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嗜睡型 那嗜睡型 它就是會產生這些疾病 那另外一種是 因為睡眠呼吸中的症 阻塞 而影響睡眠 那些人是失眠症 那失眠症 其實他的膠感 腹膠感的運作 就被打亂 那久了之後就會有憂鬱症的狀況 那消化性潰癢 為什麼你在睡覺的時候 會有這個病發症發生呢 這個我會想 這更妙 這個是樣子中 可是你還是想呼吸啊 胃還在呼吸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負壓 結果把胃裡面的胃傷給擠出來 一擠出來就被餵食到你久 那這個免疫力下降 當然這個就是 我們的睡眠不足 那加速老化那是一定的 睡不好怎麼會變年輕呢 那還有一點 有專家提出來就是說 這個睡眠呼吸重症 跟這個老年時代有直接相關 我們睡眠分四期 第一期大概就是所謂的入睡期 第二期就是所謂的淺睡期 那第三期跟第四期啊 就是所謂的深睡期 那這個深睡期 腦部腦細胞的 廢物的排泄交換 就會在第三期 假如沒有進入深睡期 對腦細胞的傷害非常大 謝謝醫師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併發症 還有他為什麼會有打呼的症狀 那我們下一集就要跟大家講說 到底如果你有打呼 或是睡眠呼吸重症 這種症狀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去預防 然後你就一個時候醫生會給你 什麼樣的治療跟診斷呢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喔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